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 提摩泰前书四章四到八节 提摩泰前书四章四到八节 翻到之后由我来念 提摩泰前书第四章第四节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着领受 就没有一样可泣的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 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 得了教育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物方苗的话 在敬前上操练自己 第八节各用节目一起念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独敬前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我们今天细时的题目是操练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我们请高牧师 各位姐妹平安 很多生命的感谢 在每次聚会里面 虽然我要讲第三堂第四堂 好像同样道要讲两次 但是我总觉得每一次都是新的 每一次在第三堂敬拜 我很感动 第三堂的献诗 那些年长者 哇 他们唱出很雄伟的歌声 我感动得好 是流出眼泪 那刚才听到国中生的献诗 那一开始是很兴奋 后来我又流泪了 其实在生命里面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 也是我离开教会的时候 那跑掉了两年 那在教会里面没有朋友 那刚刚看到他们 有这么一大群的朋友 这么快乐 哎呀 为他们真的很高兴 各位姐妹 当你能够来到教会 你的小孩能够进入到教会的时候 将会是他的成长 将会是你的喜乐 将会是你的生命的丰富 是家庭的祝福 真的 让你的小孩 让你的全家 侍奉在生命前 是一个极为可贵的一件事情 我们先上感谢 我们再一次祷告吧 主耶稣 谢谢你爱的爱我们 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给我们的方向 给我们的道路 也谢谢你常借着一些故事 让我们看见 我们先知的话 还有很多神 你在这条道路里面 所给我们看 十字架的感觉 我们知道 我们也学习 真的要背起十字架 让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都会把它现实化了 引导我们 我们要重新改造 我们要什么事情都相信神 我们要学习 在任何事情上 专心仰赖以和花 让我们眼睛打开的 看到的是神的荣耀 而不是世界另一种方法 也引导我们一下时间的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的题目操练 操练是一个training 也就是锻炼的意识 锻炼我们有时候都会有一个错觉 有啊 我们都有在锻炼 我们学了很多方法 让在教会里面更好 但是有时候那是学习观摩 那不叫做锻炼 学习观摩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教会也曾经去韩国过 那我们在那边看到很多 哇真的让我们很羡慕 这叫光摩 然后也有告诉我们说 在那个祷告山 吹子石的祷告山里面 哇那是圣徒的服务区 在那边大声祷告 你可以感染上那一种圣灵的工作 那我们也有看到 哇在清晨就很多人 在那个服务区里面大声祷告 那时候我也想说 如果在我们台湾的服务区 半夜三四点 你在那边大声祷告 哇那可能感觉又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也发现 当这些沾染那种 在祷告的那种气息回来之后 台湾的教会就真的互信了吗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那这叫学习观摩 人家真的不错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学习的 我们要走入行列 走入行列就是你真的要去做 真的要去锻炼 你比如说你要成为一个路战队员的话 熊啾啾气昂昂的感觉 哇真的是我希望我真是能够 这样子有这种男子汉的气魄 但是看到那路战队的这样的一个行径之后 我就开始学习买这个路战队的这个队灰啊 或者胸章啊 或者迷彩衣穿上去 小帽带下去连水壶也要买 然后S胶带扎上去 结果是一个偶利上的样子 那又不太像啊 真的要的话你就是要去走入行列 你要真的去跑一万公尺 你要真的去锻炼 每天的锻炼 使你的生命里面在锻炼当中 怎样的一个患难 怎样的一个压力 你都会咬紧牙跟说 我一定做得到 那生命叫做走入行列 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看到 生命走不进行列的感觉 但是却很会说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感觉 这种锻炼其实不是在操练 不是在操练你会不会做 操练是操练你真的走入行列 才叫做操练 才叫做操练 那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特技演员 哇 三个苹果 这个也可以转一个转 这么厉害 那你还转转看 你一转的话 三个苹果都变成烂苹果了 因为没多久都掉到地上 那你说人家是怎么操练的 你就说你也有学过 我请问你学多久 你说你学了十分钟 十分钟我可以告诉你 他学了十年了 十年 操练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过最多的是 我看过最多的是八个 八个这边丢这边丢 哇 都在手里面 非常的熟练 那其实这也叫做操练 操练技巧 那我们操练技巧 其实就是圣经所说 操练身体 操练身体 操练身体一定有它的国效 我们看这些特技演员 或者是以表演模式的说 哇 他们手法是这么的熟练 那在这熟练的时候 我们其实说老实话 就是我们所谓操练身体 让它老练 让它老练 那这个操练身体 老练的意思就是 我今天不用去想 我只有手的下意识动作 我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就是一种操练 那这个老练 到老练的时候 是怎么进入老练的 你要知道 老练的父亲叫什么 叫忍耐 因为忍耐生老练 然后忍耐的父亲叫什么 叫患难 因为患难生忍耐 忍耐在生老练 老练的儿子叫什么 胖万 所以你要知道 老练的祖父叫做患难 那你要知道 你今天你要说 我要在生命里面 老练成为一个成熟基督徒 其实你第一个就要面对 不怕患难 不怕任何压力 你能够这样产生生命的祝福的时候 在乎你怎么来端详 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有时候特技表演 总是让观众 或者是像一台戏一样 一台戏一样 哇 那么厉害 叫赞叹 听见 我们在这世上 就是要让人家赞叹 就是要让人家赞叹 世人观看我们基督徒的时候 有一天他们会说 怎么那么厉害 怎么那么棒 怎么做得到的 各位姐妹 今天我们要做 就要做这样子 令人赞叹 还有就是美感 美感 不但要会做 而且要做得有艺术的感觉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现在推动艺术 推动文化 这个文化是基督文化 我们要在生命里面 让这世界 有一天说一句话 刮目相看 刮目相看 我们怎么做的呢 好 圣经怎么说 圣经在这个段 就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 什么呢 这叫做操练 physical training 在我们生命里面 这是对你身体的 物质 物质这部分的一个training 然后他的生命 他所得到的好处 他说益处还少 其实在本来意思是 真的有益处 真的有益处 你操练你的手臂 这部分就有益处 你操练这部分 就这部分有益处 但是那个益处是 some value 就是有一些部分 会让你得到好处 但是唯独操练进前 圣经所说的是什么 all things 就是所有的事情 你操练 能够在进前里面 做得好的话 这方面也不错 音乐也会进步 口才也会进步 思想也会进步 那个sense也会 非常的充满了 那种生命的 那种活泼能力 让人家感受得到 各样的事情 都会进步 知识 天文 地理 你都会感受到 神在对你说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的操练 进前属灵的事情 是all things 都会成为 你生命里面的 一种祝福 所有事情都会有 所以圣经难怪说 你先求他的果和他意 你一切所需要 包括你没有想到 一切一切都会怎样 给你 都会给你 这就是操练 但是我们在生命里面说 好 如果我愿意操练的话 我是不是一定得着 对 问题来了 我在教会二十年了 我怎么没有得着 我们要看这件事情 第一节 直接圣经就说 圣灵明说 在末后日 必有人离弃真道 请注意 离弃真道这个字眼 离弃真道 表示你本来在哪里 本来在真道里面 也就是说 很多时候 我们正是在真道里面 那魔鬼用什么方法 让我们离弃呢 魔鬼不会说 你不要信主 你不要侍奉 但是魔鬼告诉你 牧师算什么 那些人算什么 你有你的看法 你应该有你的看法 你应该走你的道路 你看那些 你看那些世界的人 他们怎么企业 怎么赚钱 他们不需要花那么多钱 有必要在家 花那么多时间吗 他们就会告诉你 这样做 那样做 这些人所说的 是一套 另外一套 就是缓间的 那种三姑跟谁 六婆 他们两个一起说 这样子人家说 人家说 三姑跟六婆 不是两个人 是很多人 那这些话语 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一件事情 这种保障的感觉 安全的感觉 这种人情味的感觉 我们就慢慢的离开了 被带走 被带走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直接说 那我们今天操练进前 我们给大家 那么多方向的一个思考 那我们只能进入到 training 你的真正的属灵的感觉呢 那我们今天来 第一个来说 圣经一开始 第四节第五节 所说的 凡神所造的 都是好的 若感谢领受 就没有一样是可气的 都因神的道 和人的祈求 成为圣洁了 这个地方 一开始我们给大家 一个讨论 就是你愿不愿意 这样做 凡事都以正面的态度 那正面的态度 其实所做的行动 就是感谢 如果任何事情 都是正面的话 你会看见神 在你身上 有很特别的旨意 那这个正面 我们在讲正面的时候 先要跟一件事情 做分别 叫做马屁文化 那也说 我都有讲正面 我什么都肯定 就说姐妹 有一些事情 你不能肯定 那叫妥协 那名字要不对的 你还跟他一起 一窝蜂的这样走进去 那个叫做 得自己的好处 那叫马屁 那今天我们要做 正面文化 正面的肯定 就是什么 这世界很多 流着眼泪 它明明不好 但是你要相信 若是愿意 回转的话 我都什么的人 我都相信 他有机会回转 我什么人都愿意相信 他将要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的呼应出去 是对任何人的 而不是朝下那种 那种好像权贵之士的 那种吸引或者屈服 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那我们今天所谓 正面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先走几个例子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一个生命的锻炼 第一个 正人 我怎么从正人身上看到正面 我怎么从 悲贱的人看到正面 我怎么从 神所创造的万物 说不公平不公平 来看到正面 什么不公平呢 那非洲的人 怎么办 伊索皮亚的人 为什么那么可怜 那美国的人 为什么吃汉堡 吃那么多 伊索皮亚的人 为什么都没饭吃 都不讨论你自己吃那么多 那我们自己来思想 在我们生命里面 今天我们说很多 正面的思想 是从怎么来宁定的 第一个 我们来想 先说罪人好了 我怎么从罪人身上看到 正面 当然我们还是把正面 以回转归正的态度来思想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小儿子说做的事情 是一个错误的 他就是一个罪人 他就是一个罪人 父亲在这件事情上 正面来看他 父亲不是跟小儿子说 好好好你这样做 没错 父亲在那个地方 做一件正面的事情 就是我每天等你回来 我相信你会回来 我等你回来 我相信你会回来 这叫正面 负面是什么 负面就是大儿子 错就是错 为什么要让他回来 请问大儿子有没有错 大儿子讲的是对的 但是他的观念是负面的 也就是说这个人是错 我为什么要接纳他 我们不应该接纳他 他这样子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今天是全身可怜 悲贱地回来 低头地回来 父亲正面的态度是什么 我拥抱你 你今天重新归向我 这叫正面 各位姐妹 还记得尼尼尾吗 错误是什么 尼尼尾是一个罪恶的城市 那负面是什么 负面就是冤拿 错就是错 毁灭就毁灭 我为什么要跟他警告 我为什么要去那边 成为先知 我不要 我拒绝 这叫负面 因为我不相信 正面是什么 正面是 他虽然错 但是我等候 我相信他会回转 他回转的时候 并不是认为他对 而是等候他 等候他 给他机会 劝告他 各位姐妹 今天我们在 操练你的敬情的时候 第一个 好不好 先以正面来面对 所有事情 所以难怪 圣经说到 耶稣常常以 瑞利 以这人一同作息 跟他们一同吃饭 看在哪些人的眼里面 就不舒服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他的态度是负面的 他自己的行为 我没有做错 但是我讨厌这些人 我讨厌这些人 都讨厌到底 甚至不准 耶稣跟他们在一起 那耶稣的态度是什么 耶稣是 你们愿意回转 我就跟你们在一起 你们愿意回转 我就跟你们在一起 这是正面的态度 永远的相信 然后第二个 我们讲到卑贱 卑贱的人 我们怎么用正面的态度 来看他 最好你是能够明白这一点 因为你本身就是卑贱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卑贱 我们来看 神怎么在我们身上 给我们有正面的态度 你要相信 我也要相信 神呼召你 你愿意接受呼召 你就是一个新的亲密 神的仆人 你如果不接受呼召 你就是你 你接受呼召 你就是神的仆人 不一样 差别很大的 耶稣所呼召的门徒 多半都是卑贱的 渔夫啊 碎利啊 让人家瞧不起的这些人 等等这些人 在整个领域里面 难怪 到后来 当他们重新得到能力 为主来奔跑的时候 那些人根本不屑一顾 甚至说什么 奇怪咧 他们本来不是 没有学问的小民吗 你就知道 他们本来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他们被神呼召了以后 神让他们的生命 成为丰富 成为荣耀 成为圣灵所充满的 你们要去等候 等候上头来的能力 等候 你愿意等候 你愿意相信 各位姐妹 在我生命里 十九岁 我继续我的手 说我愿意成为神的仆人 到现在 五十七岁 我在这段日子里 我深深感觉到 各位姐妹 我要相信 你也要相信 我自己是卑贱的 我是卑贱的 但是我知道 当我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 眼睛所看到的不一样 思想也不一样 感觉也不一样 我也在这段日子里面 好几次回头成为我本来 我感觉到不一样在那里 只要一成为本来 我就有本来的想法 跟本来的看法 就有很多不以为然的想法 然后那些会让我痛苦 那些会让我生气 那些有苦毒的心 还有那些让我讲不出话来 那些让我看不出任何的缘由 失去了智慧 只有自己的脾气 各位姐妹 但是我已经学习说 顺服的时候 进入到心里面 那是一个特别的丰富 特别的感动 还有特别的sense 感觉得到 感觉得到它的问题 感觉到那特别的方法 感觉到特别的道路 会让你兴奋的 感觉到那一首歌 感觉到那个曲子 感觉到那个曲调 感觉到那个呼喊 感觉到那个震撼 各位姐妹 神的呼召 在你身上 你愿不愿意 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你要相信 你本来只是瓦器 你是一个普通的 就好像一个 二十块钱的一个木盒子 本来就是可以丢掉 或者换蜡蜡药 来抓蜡蜡 但是你如果愿意 有一天 她拿来 被一个人赏事 摆上石克拉的钻石 用绒布再铺上去 包起来 你会发现 有一个女生尖叫 谢谢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你就会发现 你成为贵重的器皿 是让人兴奋 会让人尖叫的 是让人那种 exciting的那种感觉 哇 怎么那么贵重 她握着这个盒子 不是说这个盒子 让她尖叫 是这个盒子 跟钻石 加起来的感觉 就是让她可以尖叫的 听众姐妹 所谓让人家尖叫 就是让人家振奋 让人家振奋 你的生命 是要让人家振奋的 因为你的生命 里面有什么 有宝贝 就是圣灵同在 众姐妹 相信你的生命 将要成为一个正面 你也要相信 你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会跟你一起 成为贵重的器皿 最后 神的主权是什么呢 神要让你知道 他所造的都是美好的 众姐妹 你希望你生在 伊索比亚吗 你希望你生在 刚果吗 还是生在 马其顿 最好生在 华盛顿 比较好 众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常常思想 常常思想 我羡慕活在那个家庭 我希望我是 郭台铭的儿子 我希望我是 王永庆的儿子 哎呀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都在 羡慕这种 不公平 不公平 弟兄姐妹 神所造的 最好的时候是什么 你希望你生在 哪一个时代 唐太宗的时代 还是什么时代 那个时代 你可以做礼拜 这个时代 你只能做白痴而已 在我们生命里面 常常思想 在我的道路里面 你要知道 你最好的时代 就是今天 还有什么时候 还有明天 还有什么 还有后天 因为你的明天 和后天 都会比今天好 你要相信 只要你活在 神的道路里面 神所创造的 临到你身上 你愿意相信 若是出于神 我就默然无语 你就会看得到神 你如果很多 一直滔滔续续的 这样子 一直抱怨 你就看不到神 只要是神 粮给你的 你就相信 是坐落在加美之处 你就会发现 看得到神的感觉 看到神的感觉 弟兄姐妹 那时候跟我同学说 你帮我画一个 欧洲人 一个亚洲人 一个非洲人 一个原住民 世界一个原住民 那你还感觉一下 让大家思想 哇 你是喜欢 生在哪一种人 我们同工也许 画漫画画习惯了 看起来每个 都长得差不多 弟兄姐妹 你希望你是哪一种人 你希望你是哪一种人 你根本 你也许看不出来 你亚洲人是哪一个 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穿旗袍那一个 弟兄姐妹 你要永远相信 你是什么人 那就是最棒的一个人 你不要去羡慕外国人 蓝眼 蓝眼睛 还有金头发 弟兄姐妹 你要永远相信 黑头发是最好的 然后 黑眼珠是最美丽的 是令人最深沉的感觉 你要相信 你现在拥有的 就是最好的 你的生命 就是最美的 你如果是原住民 那神圣的脸孔 那就是最美的 世界上都是这样子 神赐给你 就是最美的 凡神所创造的 都是最美的 你愿意接受的话 你就听得到神的声音 你愿意相信的话 神的声音 就在你生命里面 你就锻炼 操练你的敬虔 你在神面前 凡是感谢 凡是正面 你就知道 那种敬虔灵的感觉 就会在你里面 神就有话对你说 第二个 当你愿意接受 自己的时候 你往前面走 就是应该要悟信 要悟信 而这个悟信 是神特别 要给我们的知识 你要了解 在生命里面 那我们在生命里面 他就是继续说 你若将这些事 提醒弟兄们 你就是耶稣基督的 好知识 在真道的话语 跟向来所服从的 善道上得了教育 这个教育 我们看到 真道的话语 就是圣经神学 向来所服从的善道 就是实践神学 你要知道这是 向来所服从的善道 所经过的道路 你就是真的实践的 你是怎么在当中得到 教育 你要操练尽钱 你本身就要教育 那你要教育 你要怎么教育 请大家把自己的身份 定位在 祥导的身份 Guide 想导 因为你在这世上 就是一个带领道路的人 带领道路 你只要是一个 带领道路的人 你就知道什么叫敬钱 听得到神对你的 引导 因为生命的道路 就是一条永生的道路 而这永生的道路 必须是宅路 必须要找 找得到的才对 我们最近在跟大家分享 我们教会 也许应该正式改名 叫台南圣教会旅行社 因为生命 我们在社事上 每一个人都是寄居的 每一个人是客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回家 每一个人都在世上旅行 我们教会本来就是要 引导大家旅行的 旅行你的人生 那你的人生走对路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就成为 台南圣教会旅行社 那我们的导游 就是我们的传道同工 那我们为了让这些传道同工 他们有这些经历 我们就派他们 到各处去旅行 对不对 派他们到各处去走 人生的道路 去各种历练 各种的遭遇 他们都要去碰到 那我们来看 这些生命想导 应该怎么操练呢 怎么操练呢 那我们来思想 我们要必须熟读 熟读什么 熟读地理 活用地图 人文历史 还有包括你自己 要愿意走过 你自己都愿意走过 那什么叫熟练地理呢 比如说 你今天要引导客人来台湾旅游 你应该知道 新竹县下面是什么县 哇 自己台湾都不太熟 新竹县下面是什么县 苗栗 我问过好多 特别是女生 很快就说云林 那云林跟苗栗分不清楚 对不起 性别歧视 好 那我们在生命里面 还有人跟我讲枫岩 枫岩线的 这个真的很厉害 对啊 对啊 新竹下面就是枫岩 那我们在生命里面 你如果了解地图 了解地理 你就能够引导人走 很流畅的道路 你就可以告诉他们说 你要去墾丁吗 你要去墾丁 往南会经过哪里 差不多几点到哪里的时候 你可以订便当 你可以到哪里 你就很快就能够引导大家 但是你懂地理 却看不懂地图 也没有用 我知道新竹 我知道这个地名 我知道这个地名 但是我却不知道 哪一条路可以经过 这好像我们在 所有传道人 读圣经的时候 要学习世经学 要如何读主句跟主句 那主句是主要的结构 主要结构 只具是里面的修士的文词 那你要知道 就好像你在道路里面 你知道 一号三号国道 纵向的 你要知道 二四六八是横向的国道 然后横向的国道里面 还有八二八四八六 这些快速道路 中间有 一七六 一七四一 那这几个一七八 这几个横向的线道 你就知道怎么到家里 怎么到西港 你就知道这些 你懂的话 你就能够引导 这个结构里面 我们圣经也要有结构 那你懂结构以后 你就能够明白什么呢 你就明白人文历史 那这个人文历史 当然我们也开始讲 你比如说 你带大家去清静的时候 你就可以告诉他们 赛德克的故事 你到石门古葬场的时候 告诉他们赛德克 人家都听不懂 奇怪 这个石门古葬场 跟赛德克的故事 不是同一个故事 你就不能讲错 你做人文历史的引导 包括能够了解 整个地貌 整个地貌 里面的故事 那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要走过 有时候 这些旅客会问导渝说 你没有看地图 你怎么知道 你去西头 你有没有看地图 你怎么知道 151号公路 从什么时候 你怎么知道 这个导渝说 我没有看地图 没有错了 但是这条路 我已经走过182次了 对吗 有一种情形 就是不用看地图 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 经历过了 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老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来看 在圣经里面 你要怎么来说 练你的地理 地理呢 当然你要知道 圣经说 你要从耶路撒尔 到撒玛利亚 到犹大全地 直到地级 你就知道 我传福音的观念是什么 而且是观念 在耶路撒尔发生什么事情 在撒玛利亚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然你要了解这些的时候 从撒玛利亚 你中间你还要知道 什么叫安提亚 你要知道安提亚之后 你才知道宣教的道路 你知道宣教的道路以后 你要继续明白 以弗所 因为在那里有真正教会的冲突跟征战 你知道以弗所之后 你要继续明白马其顿 马其顿 你才知道 怎样神圣灵的引导 那你了解这整个地图的故事的时候 你就知道神在你生命里面 曾经的经历 每一战让你走对路 你要知道 在活用地图里面 你要怎么明白 亚伯拉罕是怎么进入到迦南地 你知道迦南地这样建立的国度 又从迦南地被掳到巴比伦 怎么要从巴比伦 从古力那时候回到耶路撒冷 从耶路撒冷 才开始走保罗行踪 那些地理 那些地图 你怎么看 从这些看法里面 你可以知道 神在历史上 动了他的仆人 你要明白 你是他的仆人 你就必须被神动 你要了解这些故事 你要了解这些故事 你会说 我怎么了解 我告诉你怎么了解 注意听 等一下一点的时候 到柜台去报门讯 赶快 那你会发现 这些都是你有机会 开始进入到这种感觉 我就常常思想 那种渴慕要受造就的感觉 我想到我们教会 有时候自己蛮感动的 弟兄姐妹渴慕被造就的感觉 每一班每一班 到后来我们所用的教师 哎呀 主啊 我们开的课 教师都没用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班几乎都要用大堂 每一班都要用大卫厅 每次都要用雅各厅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班动辄七八十个人 我们这些报名 发现教会的柜台都没有 不够用 只好另外开柜台 让大家能够来报名 我觉得当大家踊跃报名 来受造就的时候 熟练成道 你要渴慕 你要渴慕 但你愿意了解的时候 你就知道 其实懂地理 懂历史 其实最主要还是让你懂 这个人文 懂人文 神告诉你的 从神让你看到创造 而不是从你这里看到 从神让你看到简选 而不是从你才看简选 从神让你看到国度 不是你想的国度 也从神让你看到审判 不是你想的 人文关系 就是过去那些眼泪 那些被拔出拆毁了 就是你今天要学习的 人文的故事 那最主要是 你自己要学习 自己经历过脑恋 你要经历过 神在你身上的锻炼 对方姐妹 我也愿意这个故事 在我身上 我也愿意这个故事 在你身上 但是我也愿意像神 像保罗一样祷告 但是在你身上 却没有这种锁链 你要走对路 但是那个患难 不要发生在你身上 我也常常在生命里面 有过这样的祷告 我但愿这一代的弟兄姐妹 国中生 高中生 能够永远在教会里面 建立教会 但是永远不骄傲 永远在教会里面 建立非常精良的敬拜队伍 但是都永远是 单纯可爱的 不会被外面的电视台吸走 永远在神的教会里面 一生一世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 这样子你会一辈子想活 但愿你不要碰过 我们所经历过的教会的灾难 不要碰到教会里面 那些老旧的文化 成为很多的 很多的难过的事情 这些都过去了 但是我希望 新的一代 能够永远在生命前 柔和谦卑 包括你有一天 非常丰富了 你还是要柔和谦卑 还是要学习 顺服 还是学习顺服 那一辈子会想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生命就是一种 生命的导游 这生命的导游 你会发现 生命里面充满了喜乐 每一站 都是令人惊奇的故事 每一站都是充满喜乐的 每一站都是充满分别为胜的 如果你愿意这样相信的话 那新的故事最后一点 你真正的引导 属灵的果子 是怎么进入的 除了你自己丰富以外 你要开始做分别 什么分别呢 弃绝 那我们讲到世俗的原因的话 因为有俗这个字 我们就会觉得俗不可耐 或者什么 你要知道 俗这个世俗的意思是 是世界的丰富 是世界的荣耀 是世界微妙的原因 会告诉你 这样好 这样好 那我们在生命前会了解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 包括老户荒妙的话 一种是知识型的 一种是缓间的 这种感觉 两种都会告诉你 哎呀不用这样 谁说要对教会那么热心 有必要这样子吗 他能生教会 有必要这么累吗 有必要这样吗 我们在每个人 在一般生活里面 能够平安稳妥 那就好了 有必要这么累吗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疑问 这是永远的疑问 这是永远的问题 我也想过 我也感觉过 有必要这么累吗 但是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发现一件事情 我每次觉得我们要休息的时候 神都让我们知道 向着标杆直跑 神说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那个休息是停止外面的 停止外面的 刀枪兵马 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 你如果愿意相信的话 好 那神的故事 世俗就是不属灵 不是属于圣经的 不是属于神的道路 那我们要留意 三种模式的人 第一种叫财主 第二种叫智慧人 第三种叫华利塞人 敬钱的外貌 弟兄姐妹 这一点是最难的 也就是 我不以为然的这种看法 财主有什么错误 我们赚很多钱 还不是能够教会 如果不是还有 还好这些财主 怎么奉献 弟兄姐妹 这些事情 为什么圣经说 财主很难进天国 要了解这件事情 财主是神所赐下的恩典 财主是神所赐下的丰富 每一个在神荣耀的 基督徒道路里面 神都会加倍祝福的 因此你的财富会增加 请欢喜你所赐 所赐给你的财富 但是很多时候 人就是这样 用自己所得到财富 来捆绑自己 得到财富之后 你再也没有时间祷告了 得到财富之后 你再也没有那种 快乐心情唱歌了 你再也没有时间 回到以前那样拉琴 或者以前这样的日子 弟兄姐妹 在生命里面 财主并不是错 而是开始捆绑你自己的 钱的功用 已经变成你的负面想法了 永远虚空的智慧人 弟兄姐妹 智慧我读到博士 又怎样 弟兄姐妹 每一个读书读很好的 都是神所祝福的 请你要欢喜你的时候 你拿到博士学位 请你要欢喜你的时候 神给你这样的特别特别的智慧 但是也是一样 只要你因着这样子 在神的道路里面 一直减少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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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捆绑你自己 捆绑你自己 金钱的外貌 我在神面前 我很会祷告 我很会灵修 我很会做一切 我很会读圣经 但是因着这样子 我开始瞧不起牧师 我开始瞧不起小组长 我开始瞧不起教会那些人 我的想法不一样 我的想法不一样 你就是变成被这一切捆绑 把自己的这一条道路 变成招摇 在生命里面失去了 在神面前的一个 真的神所喜悦的 这一切都是一种 成功哲学的一个捆绑 我终于成功了 我终于荣耀了 我在神面前的祝福里面 终于丰富了 我的儿子终于单一生了 我的女儿终于成为音乐家了 我的什么什么变成什么了 各位姐妹 这个是拿得出来的 但是不晓得里面的那种桶是什么 成功哲学让我们画地自现 让我们常常知道 这是我的财产 伊丽米苏也是这样子 这个池子是我的 挖出来是死我的 我从此以后失去的是活水泉源 我所拥有的是个人的池子 有一天破漏 破洞 庸人自老 过你一辈子 那我们在生命里面 这是一个新的 新的世界的考验 各位姐妹 下礼拜开始 特别第四堂 刚好在这里特别报告 下礼拜我们是十点聚会 十点聚会 第三堂的我就随便报告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弯极的话也没关系 他们九点半来 加上本来就会迟到一点 刚好十点 你们这一堂 各位姐妹 下礼拜记得十点聚会 不要失去这个福分 因为下礼拜是一年一度的 史诗的聚会 就是荣耀的宣告 耶和华的军队 再次建立更庞大的军队 新的干部已经出来了 新的荣耀的拣选再次出来 还有新的文化事业 下礼拜会约定跟大家讲 在我们教会里面 新的文化事业将要出来 而这文化事业 要让我们看到 神国超级的 超级的国度 在我们生命里面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是越过国度的 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个梦想 一个梦想 而这个梦想会让你疯狂 在道路里面 你必须要用疯狂的道路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不管你什么年龄 你都会心事一天 原来解释是这样子 活泼跟兴奋 会让你exciting的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里面 就要脱离这种 世界上对自己的捆绑的这种感觉 好 什么故事呢 听过也好 没有听过也好 再我们一起来思想 这个故事 加拿大 这个宣教师 叫邦能 他有时带着他的三鸽子 跟他太太 到刚果去宣教 没多久 却不幸 打上当地的热病 而离开了这世界 那真的是一个 人间的一个痛 痛 主啊 我愿意侍奉你 为什么 经常遭到这样的一个 难过的事情 离开这世界 但是 你知道吗 一种离开世界的感觉 是有一种 生命的尊贵的感觉 跟生命的 生命一般的离开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师母 跟三个小孩的生命里面 他所看见的 是一个 好像天开了 神荣耀的祝福 有一天 他的大儿子 大儿子长大了 然后读完神学 读完神学 他直接就说 我愿意跟爸爸的道路一样 走到刚果 刚果去 然后在刚果 在宣教的时候 没有多久 两年之后 虽然建立起新的基地 新的荣耀 但是也染上了相同的病 也离开了这世界 那时候我们就会想 一般人的眼观就是 咒诅啊 一般人的眼观 就是笨啊 一般的眼观就是 不要执迷不悟 这些咒诅 这些执迷不悟 这笨 这几个字也 我都听过了 在我们的道路里面 说我们是执迷不悟 说我们是咒诅 弟兄姐妹 很多事情 我们慢慢知道 我里面所听到 确实不一样 就如同这故事 当地儿子出来的时候 教会安排到 比较安全的地方 但是他二儿子说 我坚决 我的感动 是甘果 他也去了 但是在那个地方 勘察地形的时候 也不幸被狮子咬死了 那这时候 那些眼光 就更加的加深 这个师母 到底要用哭泣 要用怎样来回应 这样的故事 终于第三个儿子长大了 教会发动了 新的一个行动 就是他第三个儿子 叫彼得 他发生新的行动 就是抢救 彼得大兵 这样的行动 然后就是让他 安排他到欧洲去宣教 如果说安排到欧洲宣教 我们这些传道人 都会很兴奋的 然后但是他这个地方 他就说 我还是要去甘果 拒绝 拒绝去欧洲 我还是要去甘果 他在甘果的时候 工作就起来了 荣耀事情就起来了 神国真的祝福他的事情 但是也因着这样子 当地人非常地相信他 所有任何纠纷 都来找他 在有一次 当地人纠纷 械斗里面 他们又赶快想到 彼得赶快去找他来 而这个彼得 不管怎样 我就是愿意 只要你们任何的问题 我都愿意 他去帮忙的时候 根本还没调节 就在他们的械斗里面 不幸遭到乱箭 杀死和死亡 也许当地人非常地错愕 非常地痛 但是只能 要怎么说抱歉 跟这个 帮我这个师母讲 终于这个师母 溃体了 在教会里面哭 这教会怎么安慰他呢 怎么安慰他 后来这个师母说 我今天哭 我今天哭 不是因为我失去儿子 以前我只是一般的难过 但是我还有个盼望 我还有儿子 但是我现在哭是 我已经没有儿子 我没有第四个儿子 再让他成为神的仆人 我没有机会 弟兄姐妹 牧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非常非常地感动 在他们的城镇里面 教会重新打开 敲钟 说我们今天有个特别的聚会 把这个故事 跟所有弟兄姐妹讲 这个故事跟所有弟兄姐妹讲 但这个故事 讲完之后 在这张图里面 好像这师母的眼泪一样 左上角 是他丈夫的过失 右上角 这是他大儿子的故事 左下角 是他二儿子的故事 右下角 是第三个儿子的故事 我要述说的 我没有第四个儿子 为神摆上 是我的难过 这时候 所有的 在当时有二十几个年纪的举手 说 我们要成为你第四个儿子 加拿大 对非洲的宣教才会 从这个地方开始 建立起来了 弟兄姐妹 有一种操练 是超越国度的 有一种操练 是超越时代的 有一种操练 是超越空间的 你以为他失去四个吗 但是他是得着全灰州 我们在生命里面 也常思想 你有他离开这世界吗 不是 他得着所有他的朋友 昨天我也是看到 颜佩玲的安息礼拜 为什么 但是我更相信 他要得着全家族 他要得着他所有的朋友 在福音的领域 这是超越 敬虾 我们恳求主 能够让我们在 每一次聚会的时候 都能够听到神在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的故事 能够成为在神面前的一个特别特别的祝福跟喜悦 不是你会做什么 而是你要在神面前说 我愿意相信 求你拆请我 你要会做板样 你要做一个响导 你要告诉他们说 我做过了 我相信 你要告诉他们所有人说 我走在你前头 跟我走就没有错 你要在言以行为 心心爱心清洁上 感觉到神在生命祝福你 你就分别为圣灵的生命 你要生你的生命的气质 开始改变 你要与宣读 这个是教育 教育 而这个教育是reading scripture 所说的就是圣经 你在所读的 to preach to teach 在生命里面 你要教导 你要宣讲 你要宣读 在神的话语里面 都能看到 神来的时候 你成为最好的教育者 你不要轻乎所得的恩事 神是给你的恩事 借着大家为你的祷告 昨天我参与 在高中木区 他们的一个 欢送毕业生 到大学木区 所有的福岛 在为他们按说祷告的时候 我也是感受到一件事情 这一批是在成长 而不是进入到大学木区 是成长 是成长 而成长给我们的故事就是 他要更多的侍奉 更完全的进入 神的荣耀 当我们看到这些国中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 第一感受到生命是那么活泼 第二 你会感受到 其中有很多三十几岁的 也在里面 你看不出来 因为他们也越来越年轻了 他们的辅导 那我们也在感觉到 在生命里面 年长的会越来越年轻 年轻的会越来越成熟 都在神的国度里面 成为耶稣的基督精兵 会打仗 会打仗 敌人打仗的时候 枪瞄准的时候 不会先选择 这个比较年轻 这个是老的不要打 这个是怎样不要打 魔鬼在攻击教会的时候 也不会选择年长者 年轻的 他只要是破洞 他通通都要破坏 我们今天不能成为破口 我们今天要成为祝福 我们再次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神面前祷告 不是用口言 言辞而已 让我们敬拜 不是用你的口而已 让我们所做的事 不是用你的方法论 让我们敬拜 是我们在生命里面 单单的成为神的喜悦 让我们在这条故事里面 让我们成为神 在我们生命里面 特别特别的祝福 下礼拜是一个特别的聚会 我们希望整个教会 能够进入到 基督奥秘的一个实现 让我们能够明白 让我们能够看见 这新的故事在我们其中 让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 不是外表 让我们敬拜 不是表面的 让我们敬拜 是神 在我们生命里面 对我们的心情 新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也谢谢你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靠此加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凡事都能够做 我们有很多不能了解的 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 来代替我们祷告 让我们真明白 在这条道路里面 为什么耶稣基督 愿意为我们死 为什么这么大的爱 领导我们身上 为什么在万人当中 你竟然捐一漩涡 求主你保守 这就是我们生命 最大的机会 今天就是最美的故事 今天就是最好的时候 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 成就神灵的美意 还有你的拣选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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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